卡麥隆 歐盟去留演說 人民會買單嗎 英國在很久以前 就把包括犯罪 和移民法規的操控大權 交給歐盟 不禁讓很多英國人開始懷疑 加入歐盟會員國 到底是不是個明智之舉 英國首相卡麥隆 還沒明確發表 對歐盟的立場 他告訴記者 他的政策就像彈陀螺的信 等待最終的高潮是值得的 反歐盟主義者 對長期補貼歐盟早有怨言 並要求要公投決定去留 同時英國副首相克雷格 也對卡麥隆 佛有維茲 也許這名副首對下一步 早有計畫了 英國獨立黨 這時又仗著歐洲議會和保守黨的高支持率 給卡麥隆來個雙面夾攻 這個禮拜五 卡麥隆就要在荷蘭發表演說了 他能夠贏回布魯塞爾 並維持英國在歐盟的地位嗎 或是他會踏上前任首相的後城 敗在歐盟議題上呢 你覺得英國應該留在歐盟嗎 留言告訴我們吧 快來訂閱我們的頻道